约书雅记 第八章 耶和华对约书雅说 你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 你只管带领所有能作战的人 起来,上艾成去 你看,我已经把艾成的王和他的人名、城市、土地都交在你手里了 你怎样对待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 也要照样对待艾成和艾成的王 只是城中的战利品和牲畜,你们可以据为己有 你要在城后面设下攻城的伏兵 于是约书雅和所有能作战的人都起来上艾成去 约书雅选了三万英勇的战士 漏夜派他们出去 吩咐他们说 你们注意,要在城后面埋伏攻城 不可离城太远 人人都要做好准备 我和所有与我一起的人 要向城推进 城里的人像前一次出来攻击我们的时候 我们就在他们面前逃跑 他们必定出来追赶我们 我们就把他们引出城来 因为他们必定说 这些人像前一次一样在我们面前逃跑了 所以我们要在他们面前逃跑 那时你们就要从埋伏的地方起来 占领那城 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 必把城交在你们的手里 你们占领了城以后 就要放火烧城 要照着耶和华的话行事 你们要谨慎 我已经吩咐你们了 约书亚拆派他们去了 他们就上到埋伏的地方去 住在伯特利和爱城的中间 就是在爱城的西边 那一夜 约书亚却在人民中间住宿 约书亚清早起来 召集人民上爱城去 他和以色列的长老走在人民的前面 所有与他在一起的战士都上去 迫近爱城 在城的北面安营 在约书亚和爱城中间 有一个山谷 约书亚挑了大约五千人 要他们埋伏在伯特利和爱城中间 就是爱城的西面 于是他们把众民 就是在城北的全军 和在城西的伏兵都布置好了 那一夜 约书亚走进了山谷之中 爱城的王看见了这情形 就和爱城的人急忙在清早起来 按着锁定的时候 出到亚拉巴 要与以色列人交战 王却不知道在城后面有伏兵 要攻击他 约书亚和以色列人 在他们面前装败 沿着通往旷野的路逃跑 城里的众民都被召集 去追赶他们 爱城的人追赶约书亚的时候 就都被诱离城 爱城和伯特利城 没有留下一个人不出来追赶以色列人 他们撇下了敞开的城门 去追赶以色列人 耶和华对约书亚说 你向着爱城伸出你手中的短枪 因为我要把城交在你手里 约书亚就向着爱城伸出他手里的短枪 他一伸手 伏兵就从埋伏的地方急忙起来 冲进城去 把城夺取 并连忙放火烧城 爱城的人转身观看 看见城里浓烟冲天就全身乏力不能逃跑 往旷野逃跑的以色列人 就转过来攻击追赶他们的人 约书亚和以色列人看见伏兵已经夺取了城 又看见城中浓烟上升 就转回 击杀爱城的人 伏兵也出城攻击爱城的人 爱城的人就被困在以色列人中间 前后受敌 于是以色列人把他们击杀 没有留下一个 也没有一个逃脱 他们活捉了爱城的王 把他解到约书亚那里 以色列人在田间 在旷野 杀尽了所有追赶他们的爱城的居民 爱城的人全部倒在刀下 直到完全消灭 接着 以色列众人回到爱城 用刀击杀了城中的人 那一天被杀的人 连男带女共有一万二千人 就是爱城所有的人 约书亚没有收回伸出短枪的手 直到把爱城的居民都消灭为止 只有那城里的牲畜和战利品 以色列人照着耶和华吩咐约书亚的话 都据为己有 约书亚烧了爱城 使城永远成为废堆 一片荒凉 直到今日 他又把爱城的王悬在树上 直到黄昏的时候 日落的时候 约书亚吩咐人把尸体从树上拿下来 丢在城门口那里 又在尸体上堆起了一大堆石头 这堆石头一直存到今日 那时 约书亚在以巴鲁山上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筑了一座祭坛 是照着耶和华的仆人摩西吩咐以色列人的 照着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 用未经过铁器打凿的整块石块筑成的一座祭坛 在这祭坛之上 众人向耶和华献凡祭 也献平安祭 约书亚在那里 当着以色列人面前 把摩西所写的摩西律法 抄写在石头上 全体以色列人 和他们的长老、官长 以及审判官 都站在约贵的两旁 在台耶和华约贵的 立位支派的祭司前面 无论是寄居的或是本地人 一半对着基利兴山 一半对着以巴陆山 正如耶和华的仆人摩西以前所吩咐的 好为以色列民祝福 然后 约书亚宣读律法上一切祝福和咒诅的话 全都照着律法书上所写的一切 摩西吩咐的一切话 约书亚在以色列全体会众 和父女、小孩 以及在他们中间来往的寄居者面前 没有一句不像他们宣读出来的 不像他们宣读法书 不像他们宣读法书